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都会出世的 一天全世界要死多少人 你们知道吗 将近一万人的 那为什么你们没有事啊 菩萨保佑啊 每一天出路平安 做人平安 什么平安都是菩萨保佑的 所以人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哪一天不锻炼身体了 你可能哪一天就倒下去了 我们做人也是 哪一天不求佛了 你哪一天可能就出世了 出了事再求啊 那叫临时抱佛脚啊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努力的 要改变自己的 就像洗澡一样 你说我去年都洗过了 今年不洗啊 每一天要洗 每一天要学博 每一天要改变 你每一天要刷牙 你每一天要修心 都是一样的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好好改变 不容易到人家来一次 千万不要带着业障离开 要带着发喜充满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有时候我们每天磕头 就是保平安啊 每一天能够清静无碍 能够有这个大慈大悲的心 能够想到帮助别人 这个人就有救 如果每一天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每一天早上就知道 哎呀我要开心了 我要玩了 我好久好久没到那个地方去了 你还有人间的心 你想想看你还能活几年 你还能做多少功德 你要到躺下来了 你才去做功德啊 一个人要懂得啊 对不对啊 未雨绸缪啊 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了 就有可能发生 所以一定要当心的 很多人怎么死的 就是不当心才死的 很多人怎么活的 就是每天非常当心自己身体 所以他才活得好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真正的改变自己的心态 每一天都要为别人活着 你很幸福 每一天为自己活着 你很可耻 为什么 自私的人 没人喜欢 你们告诉我 你们谁喜欢自私的人啊 好了 所以你们不能做自私的人 就知道自己家里 就知道自己人 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 不知道别人 那这个世界还有救吗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好好学博 我们心灵法门 为什么能够越来越好 全世界人越来越多 就是因为 我们能够想到别人 能够帮助别人 能够爱护众生 能够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能够让社会好 国家好 能够让人民好 能够让自己好 所以心灵法门 为什么能够这样 就是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最后告诉大家 今天观世音菩萨来了 弥勒佛来了 释迦牟尼佛来了 所有大菩萨全部到了 你看看我们现在 摩尔本人这么多 对不对啊 想一想啦 为什么 好的东西 学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好人 希望我们把好人 做下去 把好事 永久地做下去 你就是一个好人 菩萨在人间 就是靠着我们坚持 靠着我们恒心 很多人的退转 就是因为他 还有五欲六成的执着 所以希望大家 放下执着 好好修心 迎接美好的明天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在今年呢 这一场法会呢 是最后一场了 那么我们接下去 就要迎来2020年 新年的到来 希望大家在新年当中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学婆精进 好好的烧烧头香 好好的念念经 元旦也要好好的磕磕头 祈福世界和平 祈福每一个人 心灵健康 身体健康 让自己无痛无灾 无病无难 那就是幸福 不要去过分的贪求 在新的一年里 能够每天平安 就是有福 看看你们 举了这么多人的手机 全部都需要加持的孩子 所以菩萨一直给你们 在撒曼陀罗花 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不单单是为自己 也要为别人 为众生 为大家活着 那是个有意义的人 希望大家在明年 能够学婆精进 身体健康 日子越过越好 因为帮助的人 永远是越过越年轻